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KS看股,今天是5月2号2024年啊,今天是星期四啦,今天马股上升股很多,现在的股也有很多啦 昨天美股呢,半导体大跌,半导体大跌喔,然后呢,美联主昨天呢,他的情绪是更高更久 他们也没有意料到那个通货膨胀了,可以维持降高降久了,所以他们讲 他们会比较持降息,所以第一个这个什么啦,第一个这个概念啊,就是 他们意料会比较持降息,第二他们讲也应该不会起序啦,应该不会起序 但是呢,他的更高更久的概念呢,他讲可能要维持更久了,OK 所以他们意料7月,要可能会降息,现在讲到72月了啦 可能有些人讲可能明年啦,所以这个暂时对股市是不好啦 但是,这几天我们有Amazon,有很多美国公司 这两天啦,星期四星期五,有很多美国公司 大公司,Apple报业绩 如果这些业绩可能很好,可能还能推上去 但是呢,昨天美联储报告之后呢 这个美股大涨大跌,很大的反应 但是呢,到收市的时候呢,还是有一点熊啦,熊 OK,收市的时候呢,这个熊派是比较强 OK,今天有新闻,Francon Francon这个业绩还不错,然后D Pharma 等了这样久,反弹了啦,他拿到500多个M这个 Pharma 这个服务啦,就是供应药给这个 Pharma OK,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学生命程啦 今天蛮多新闻下啦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所以我们进去看看今天国际谁呢 马股收价1580还有上了4.33 0.0.275% 新加坡上了0.066% 香港大仗2.5% 韩国掉了0.312% COSPI日本NIKKI也掉了0.099% 中国FTXE掉了0.177% XXE中国掉了0.264% XXE中国掉了0.896% 澳洲上了0.226% 台湾掉了0.554% 台湾又有点压力了 因为美国这个半导底只受大跌了 OK 我们看印度也上了0.289% 所以 还没有真正的找到方向了 我们 我们等多一两天等到星期五 看下这个美国这些大科技公司 全部爆了业绩之后 可能这个真正的方向就会出来了 但是 现在 在昨天看来 暂时是熊 但是熊派比较强 但是 还不能confirm 还不能confirm OK 我们看下英国上了0.309% 德国掉了0.189% 昨晚上大众上了0.231% NYXE掉了0.153% S&P掉了0.344% NASDAQ掉了0.334% OK 所以我们看下中优3957LOG了 这个BRAND有84.28也是LOG了 然后原油也是LOG 79.74% 看来啊 不是很好了 金2 23 13 开始跌 银也是开始跌26.67% 看美金对马币美金也LOG了一点 4.75% 昨天 跌了一点 OK 比特币大跌57803 OK 以太坊2937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概念是讲什么 OK 投资者不要拿风险 比特币是风险 比特币加密货币是最高风险的 差不多了 高风险算了 所以当这个投资者不要拿风险 什么跌限 比特币跌限 当投资者要拿风险 什么上险 比特币很快就冲上去 OK 所以你看啊 这个就很 这个就带了 这个这个 现在的概念就是啊 这个 暂时这个美 这个美股啊 可能啊 他的概念是比较可能会转落了 OK Excuse me 我们看看这个 马股 今次46 上升股 530 还不 还OK 但是现在的股 620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这个看来是有点 有点 有点超纯了 OK 没有交易的4464 没有变的4676 所以 今天3.81 一个billion 量也不大 所以在1580 今天呢 看看啊 今天还有上了 还有上4.3点 早上上一轮 下午上一轮 但是 清晰看来 是很多 是逃的了 逃的比 比买的多了 OK 看看 今天就要这样强了 看看 这个板块 消费上了0.55% 全不是8%啊 工业上了0.47% 建筑掉了0.31% 科技掉了0.6% 金融上了0.17% 房产上了0.51% 这个水电 gas 那个工艺品 OK 我们看图 KLCI OK OK KLCI 一个下跌吞没蜡烛 之后呢 这个小小的回调 有一个回调了 今天 但是 这个回调不是很健康 因为它没有吞没 OK 很多时候 一个吞没 之后 它会有一点小回调 才跌回下去 但是我们看看 它能不能继续 多两天 能不能继续重破 就是我们看美国 美国能不能继续重上去 美国你看 昨天我们看 Stack一下 我们看Stack 看Stack一下子 你看 它本来是冲上去 但是 舒适的时候 是大量给它 推回下来的 半逃底指数 就很够力 跳空跌下来 没有跳空 跳空跌下来 它有回去盖了 这个 它已经盖了这个 Check口了 小心 SMP SMP也是啊 你看本来它冲上去 现在它一个 什么啦 一个 情绪 一下就 大跌下去了 OK 所以 那个 牛 暂时是 看这个模式 暂时是熊派比较强 OK KLCI OK 我们看KLCI怎么样 今天 明天 看下怎么样 Ace Market Ace Market Ace Market 还可以 上升 Ace Market 还有机会 从上去上了0.61% 小盘 现在 差一点横盘 但是还是OK 还有掉了0.04% 但是它还是OK 还是OK 它没有打跌 看一下板块 今天能源 OK 哦 能源双顶了咯 好 看来能源要大回调了咯 这次 它跌破951 这次它要大回调 有可能会回来这个 894这边了咯 OK 还有什么 电信 啊 电信头简 现在你看它从事这个 这个简 这个简 差不多算是一个 吞摸蜡烛 然后它从不破 看来它还是可能还要继续跌这个 还要继续跌 电信 OK 我们看Facebook一下 哈哈哈 牛累了啦 暂时我看到这个牛是累了啦 OK Mr.DIY 我们进去看啊 Aaron Mr.DIY 我们进去看 Finally wait so long啊 Mr.DIY OK 哇 pump起来的 Market啊 Andy 努力 思考中 但 很慢 Market啊 OK release Slow牛去了香港 OK Golden Alice Go Bugo啦 希望那个牛可以去啦 John Sniper 那个牛拿不动了啦 拿不动了 OK Busa有点反弹 他有突破 我们看到下午他能不能 能不能再维持 他有突破 找盘就不是很美啦 今天 啊 加仓Talk of C1 播笔 播笔 OK Mervyn Mervyn在看什么 在看图 看图 看图 看整的图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找盘 你看找盘哦 收下的股是蛮多的 下午有乘你上去的 什么 阿师傅啊 我看了指数 但是我也变得很虚了 哈哈 见 嗯 嗯 这个是什么 oh no 啊 还不是 还不能讲 真真的 不能 我们看 看今晚 明天 美国这些 爆了这些 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集团 爆了业绩 如果是非常强 好像那天 Microsoft 跟这个Google 爆出来很强 可以再 继续 再推动这个美股 也许可以哦 但是 到现在啦 到今天啊 可以到现在 是虚落了 啊 阿明啊 这个熊派比较强 啊 这个我们有朋友 他留言 看到真的很开心 他讲了第一次观看你的视频 刚开始看 真的没有什么吸引我了 差点就要刷掉了 视频 看到后面发现是 啊 什么 一常博主啊 对吧 有实力 值得 有实力 值得关注了 加油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阿明 谢谢你啊 真的啊 有些东西啊 好看 好看未必好吃 不好看未必不好吃啊 真材实料啊 有些东西了啊 你开了才知道里面是 真材实料了啊 哈哈哈哈 希望是啊 OK 几次有优惠啊 优惠 G 哎 差不多啦 现在年终了的啦 现在年终了啦 差不多的啦 DAN Thanks 谢谢你啊 啊 DAN Thanks KS 谢谢你 David真的学的很多 谢谢老师 哎 谢谢你啊 OK OK 真的会学到很多 真的会学到很多 他讲啦 真的啊 真的啊 跟你讲啦 我 我学完的全部工夫交完给你啦 OK 不多就是假啦 OK 谢谢你啊 谢谢支持 YT Thank you Alex Matthew 讲真的啊 OK 谢谢大家支持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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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新闻 呵 啊 加密货币大跌啦 加密货币我们讲了的啦 52,000很有可能 加密货币洗盘导致 比特币跌破58,000美元进入熊市 哦 我们看看这个啦 哦 现在全部人一直在丢的啦 OK 我们看看这个 比特币啊 哦 你看啊 他他他他他他他 他差不多跌破这个通道了 哦 还OK啦 在通道这边啊 可能还有一个小反弹 但是52,000很有可能啦 因为他的大的支撑线啊 你看到这条支撑线 是在52,000 啊 他称得稳52,000 对我来讲还是OK 啊 因为还是更高的高 啊 还是更高的高 啊 还是更高的低更高的高 啊还是OK啦 对我来讲啦 OK 我叫你不要追高啊 不要追高啊 追高可以啊 套力先啊 那天我讲你套力先 这边我觉得他会调回下来 套力了 OK 没有套力的 你要小心 可能会回调52 第二个52也许会回来 这个 40,000这边 40,000就是这个 啊 啊 40,000好像是ETF通过的时候啦 ETF啊 ETF的时候啊 OK 给我们看这个 啊 DUFARMA DUFARMA 拿出了 拿出了将军 5.78亿令集合约消息传出后 DUFARMA Biotech股价飙升于9% 啊 终于了啊 OK 等了将军终于来了啊 OK DUFARMA表示 是 以接受FARMA DUFARMA DUFARMA 所以这个价位要小心啊 DEPFARMA DUF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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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能继续 因为他跌了很多 跌了很多 大家都看得到啦 他是跌了蛮多 他是从这个3 3块跌到 到现在1块2毛 OK 所以现在是 对我来讲 暂时是他的价钱 是OK啦 OK OK 可以老 可以老一点底的价钱 OK 暂时OK 暂时他有这个通道慢慢上 暂时OK LUNO LUNO 推出了两个新的 LUNO推出两种新的数字资产 就是这个ATOM 跟这个POKADOT OK ATOM就比较新 ATOM我就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近期 听到人家一直讲ATOM ATOM 讲到很强 好像那个Solana 这样讲的 POKADOT就蛮久了 像是他们讲POKADOT 就要代替这个 POKADOT 要代替这个CARDANO的 POKADOT 是要代替 差不多讲要代替CARDANO 但是他的动力就没有这样强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什么 功能好像给这个Solana 抢掉了 Solana 就 變了 Solana 现在是挑战 挑战 Athereum 本来POKADOT 他们前一阵子 他们讲POKADOT 是挑战Athereum 但是看来他是失败了 所以他没有 他没有这样强了 OK 所以这个水 就比较强 Solana 但是他也是 这个也是OK的 POKADOT ATOM就没有这样熟悉 POKADOT 5亿令及发展马来西亚的 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So Microsoft 要固执Solana 四年里面 就是OK 做AI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第一季度航空客运量跃升于百分之十六至两千两百六十万人次 OK啦 这个对这个航空是好了 致电购买time.com Rakuten Trade研究副总裁Solana Park Leng建议对Time急于买入评级 目标价为6.28令吉 理由是其强劲的盈利增长前景 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巨大潜力以及稳健的财务状况 包括净现金15亿令吉的头寸 OK Time给Rakuten 6.28 看看它的图先 OK 现在它有双顶不好 它突破这个双顶5.44 也许它要去这个6.2 但是现在 它没有突破我是不会进 如果它能有突破 这个双顶5.44 它有量突破 也许可以现在红色动力也没有 量也少 等它下一波 如果它有这个突破的这个症状 有这个突破的这个信号 这样也许可以了 但是我 现在对我来讲它在休息了 FITEC要上市了 这个201个million FITEC主板首次公开 募股筹集超过2.01亿令吉 OK Protesto收到香港公司收购其大学部门的报价 OK 所以有香港公司要收购它的这个大学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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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这个Protesto 不熟悉啊 你知道了 我连图都没有的这个不熟悉啊 OK Protesto看一下了啊 OK 看一下它总是如何掉了一轮 它也横盘了一轮 现在它开始走上 呃 开始上升 看看它的账 嗯 不是 不是超好 OK 所以它现在呢 它有反弹反弹上来 又好像做了双顶这样啊 这个什么事 你问我 我是不敢玩啊 我不熟悉啊 OK 如果你 如果你要玩的话呢 你要小心就是这边啊 这边啊 希望它不会跌破这边啊 OK 这边啊 这边 这个它的支撑在0.20线左右 它跌破20线你要小心啊 如果它没有跌破20线 它一直在上 OK啦 如果你进场你要小心20线了 OK 它的支撑位在那边啊 OK 我看看 第一个季度 上一年是512M收入现在543M有上了 生意好了啊 经历183M现在是204M 11% YOY 然后QOQ是掉了0.8M 还OK 它生意有 它生意有 有 有好 有好 有上了 OK OK 哦 哦 Xport 踪上去了啦 等它回调先要玩哦 哦 等它回调下来 它这个叫 靠近这叫支撑线 进比较好啊 OK 回调上面还有 还有Xport也是我跟你讲啦 那天我看不到那个 那个窗口啦 所以Xport我没有兴趣 我不想它不会上哦 OK 云生子公司获得1.3亿美元的单笔最大定期贷款 为Mogogo FPSO交付提供资金 好 OK 所以看在这边 看它的贷款啊 给它的项目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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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云生 云生 云生还是不能哦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反差 突破2.6先 OK 方根 前沿科技马台新业务加 第一季净利涨27% OK 我们看看 方根收入上年114M 现在140 哎不错啊 生意有涨哦 啊 净利23M 去到30M 啊 YOY上了27% QOQ上了1.2% OK OK啦 它的生意还有涨啊 它的生意还有涨啊 OK 第一季度啦 方根 OK 方根爬得很辛苦啦 很辛苦啦 我们怕是什么 啊 爬楼梯上跳窗口下了啊 现在还OK 但是它的动力 有背离了 看来哦 看来它也可能要回来 这个通道底了 它冲到没有动力了啊 OK OK啦 慢慢上了啊 慢慢上了 OK 它没有跌破这个通道啊 是OK啦 你画一条通道了 啊 长期它没有跌破这个通道 是OK啦 但是看不到它有多 看不到它是很强的 0128 昨天有做视频啊 不要忘记啊 昨天有做视频啊 不要忘记 昨天我有做这个 啊 啊 记得去看哦 这个啊 特别版啊 啊 近期讨论近期 动力股啊 近期啊 比较强的动力股了 OK 强劲的动力股了 哈哈哈 哈哈 啊 啊 我们看看这个 啊 啊 不要忘记点一下 分享留言啊 支持视频啊 OK 记得点一下啊 还有按按那个铃铛 还有like一下 还有分享 还有留言 要开户口 可以试下CGS 啊 CGS iTrade啊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加坡美股 香港啊 然后我的朋友是那个remiser so 啊平台大家都是好啦 你要好的service 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个朋友他service很好 他服务好 so你要好的service 好谈的rem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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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服务好 然后平台好 然后政府批准的平台 你下面有表格 你像下面CGS 啊 啊 description那边CGS iTrade你按 然后填表格交上去 这个是政府啊 政府批准的啊 所以你不用怕了 OK 嗯 OK 我们看到这个 LPI Attack LPI今天也蛮强下LPI LPI LPI业绩那天不错啦 它的业绩出来 LPI LPI 看下它的量 127257 有点点量啦 哦 它跌出来又突破了啦 OK 哦 看来它还要跑啊 这个 看它能不能突破这个 这个高位啊 如果不能突破也是要小心啊 它突破12.52也许长期它 要来这些上面的目标啊 这个它有一点点的小回调啊 但是最好给它创新高的 它没有创新高要小心啊 OK 这个好像哦 红色动力又再回来 好像还要推它 嗯 但是因为这个骑士不是很强哦 所以它上升 啊 12.52也这样贵它的股哦 啊 啊 啊 要 要 要30啊 OK 啊 我看看这个 Attack 但是是好 它的这个反弹是暂时是好啦 看 看它能不能继续下去啊 OK Atex Atex Atex啊 5302 5302叻 嗯 嗯 看看啊 这个非常波动啊 这个啊 Atex是非常波动啊 嗯 现在追去迟了啊 你在这个D这边买OK 现在追去迟了啊 因为很靠近啊 很靠近3.27这个 上一次的高峰啊 上一次D到这边啊 装备了啊 这些装夹就大丢啊 So So 一直掉下来 这个很可能跌到这边 怕这些装夹又大丢你又中 啊 最好如果它能突破3.27 站稳在3.27跑 还OK 或者它掉下来便宜一点劲啊 现在对我来讲是 啊 啊 有点高了啊 太高了 太高了 OK G线 G线还有飞啊 今天咯 但是啊 它有量啊 这个Atex 715,700到4.7M OK G线 G线又在一起啊 7%今天咯 OK 362,700到584,700 你看啊 创造这个4.43全部破 但是对我来讲还是 可能双顶要小心啊 OK 还是不是啊 还是不是太好 Cview Cview 哦这个这个看不了啊 这个 这个这个看不了 Cview 不可以了 Cview是高了啦 要买买便宜啦 这太波动了啦 你买高是 高高是不适合了 Cview 不适合买高 OK RCE 7% 量 800多千 去到3M RCE RCE有突破哦 哇 看来还有一波啊 RCE 看来它有可能会来这边 它突破了 哦 所以它下一个大的主力会在3.42 这个是很高啊 要追也是 要 要30啊 已经冲了很够力了 这个冲到很过分了啦 你要追进去 真的 哦 你看到它它它它冲了幾久 2020年冲到现在了 OK 哇 是超级高了啊 它还没有飞的时候呢 还没有飞的时候是5毛钱 6毛钱哦 现在去到3块多 啊 这个也许有一波啦 因为它突破啊 但是这个可能它炒上去哦 那些庄家又要丢啊 3.42 就是你问我啊 我是不会追啦 啊 如果在这些位置啊 快多钱你还会追 啊 3块多啊 我是不会去追的啦 啊 我不是讲它不会上啊 我是讲我不会追啊 OK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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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好 我們说现在就年中啦 不是很喜欢追太多谷了 MSM还要起 还有BUSA 我们看看BUSA怎么样 呼叉还突破咯 半个尾巴 有点迈出去 但是还是ok 他没有跌回去7.5下面 算是还是ok 但是他已经是高了 目标是到了 但是他有起势 他没有跌破7.5 他跌破7.5下回来 就这个反弹失败 但是还ok 他的红色动力还有起到75% 但是是ok的 但是是ok的 菩萨他的量600多千 平均去到2.14M 也是有量去炒的 MSM 还要多一波 哇这个 非常夸张 Volume 2.5 去到2.3 量不是很大 突破3.61 才讲啊 突破3.61才讲啊 真的 很高了这个 我也是没有什么兴趣去追他了 Mr.DIY我就有兴趣了 因为Mr.DIY在低了 在低位我就有兴趣 Mr.DIY我就有兴趣了 OK 6% 他的量 10M去到28M 哦 双底啊 双底 这是真的 有双底啊 我们讲这个双底等了很久了 终于突破了 现在但是一突破他又遇到 这个通道 所以他又被这个通道卡了一下 今天 但是ok他有突破 他希望明天他不要跌回下1.61 他跌回下来证明他又失败 如果他站稳在1.61 几天的话呢 他应该有 这次应该是有机会了啊 这次应该是有机会了 OK 啊 这个等了蛮久的啊 ok 撈底是这样的啦 我跟你讲啦 你不要你不要以为一撈哦 全部是AAX 全部是SCIB 全部是EG 一撈就立刻飞了 所以你不是要时间了 ok 但是最重要他是飞 他是 他是起就好了了 ok 嗯 GSL ok GGSL ok GGSL ok 突破了啊 突破了啊 然后他调了一轮 他又在突破又在起啊 这个这个现在追是迟了了 0021了啊 如果你如果你追进去了 就拿这个自动运力啊 自动运力啊 自动运力没有卖的信号 ok继续收了啊 ok 收到卖的信号出来啊 ok 上面啊 大陆主力在这个90 89仙这边 90仙啊 92仙这边和这个啊 一块钱啊 一块钱啊 你要小心这两个 ok 但是ok他跑到很凶啊 ok 短期啊 如果你赚了短期 也许你要这个 92仙和1.09你要小心哦 ok ok 所以今天我们讲见诺先 我们明天继续再谈 拜拜